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呢 和大家分享严氏家训 咱们中国圣贤家训有这么几本 一本是《辽凡四训》 还有《曾国藩家书》 另外呢就是这本《严氏家训》 《严氏家训》的作者《严之推》 他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教育家 他写了《严氏家训》 《还冤至》 《吉林记》 都是一些传世的家作 《严之推》小的时候啊 就是才华横溢 《严氏家训》呢 是他在北朝后期的重要散文作品 在家庭教育史上有重要的影响 这本书一共有二十篇 作者《严之推》 他为什么写这本书呢 希望借此啊 整顿门风 让子孙后代从中获益 魏敬以后 诸子百家的那些个著作 道理相同 案例重复 前后呢相互模仿 就好比啊 在屋子下面造屋 在床上面放床 没多大用处 《严之推》重写这本家训呢 不是说把这本书作为一个规范 为世人做示范不是的 他的目的当时啊 只是整顿家里面的风气 教导他的后代子孙罢了 其实我们同样的话 为什么有的人愿意相信呢 是因为说话的人 是他们的亲人 同样的命令 为什么有人愿意执行呢 是因为下达命令的人 是他们服从的人 不许小孩子开过分的玩笑 师长朋友的劝诫 就比不上保姆的命令 禁止兄弟之间相互打斗 姚舜的教导 就比不上各自妻子的劝说 所以《严之推》啊 他希望这本家训呢 能够被我们所幸福 比保姆或者妻子说的话 要管用一些 严之推他从小 他的家门啊 门风是家教 是严整缜密的 九岁的时候 严之推的父亲去世了 从此家道衰落 严之推的兄长 对待严之推呢 非常的慈爱 抚养他长大 但是这位兄长呢 对待严之推啊 是仁爱有加 但是不够威严 于是乎 严之推受世俗之人的熏陶 竟然比较多 严辞轻浮 也就不注重仪表形象了 到十八九岁的时候 严之推才明白 要自我磨砺 只是习惯成自然 难以彻底改掉 不良的习惯 直到二十岁之后 他说我才很少犯大的错误 不过常常在信口开河的时候呢 心中啊就开始警觉 也常常暗自神伤 因为没有受到好的教育 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所以严之推写下 这二十篇文字 是让我们呢 盈以为鉴 在严之推 第二部分是交子 其中原文有这么一句话 上至不交而成 下于虽交无义 中庸之人 不交不知也 这句话啥意思呢 上至 智慧卓越的人 不教而成 你不用教导他 你不用教导他 也能够成才 下于虽交无义 愚笨至极的人 就算你教导他 也没啥用处 中庸之人 不交不知也 中等平庸的人 如果不加教导 也就不会明白 咱们古人就有胎教 怀子三月 出居别宫 目不斜视 而不忘听 音声滋味 以礼节之 以礼节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 古代圣明的君王 有胎教的做法 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呢 要外出 住到其他的房间里 怀子三月 出居别宫 眼睛不去看 不应该看的东西 耳朵不去听 不该听的东西 听音乐吃美味 要按照礼数 有所解之 咱们中国古人呢 你看 推崇这个胎教 教育 从孩子在母腹中 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很多人说 孩子大了 可以变好的 就没事了 人家胎教就开始了 你说到这个孩子 到这个年龄了 还说没事 还说他长大以后 就没事了 可见啊 我们的这种危机感不够啊 迫切感不足啊 后来慢慢的 孩子长大了 这父母愤怒也是日益增长 结果呢 和孩子之间的恩怨呢 就日间增多 就因为小的时候没叫好 父母愤怒日长 孩子呢 恩怨日多 等到长大成人之后 孩子有可能会变成一个品德败坏的人 所以孔子说啊 从小养成的习惯 就像是天性 习惯久了 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做 这句话就是 少成若天性 习惯如自然 俗语说得好 教父出来 教儿应孩 成哉思雨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 教媳妇要在出来的时候 教子女要在婴孩的时候 这话确实是有道理的 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责打他的子女 其实子女应该被责骂 应该被责打 他为什么不愿意呢 不忍心呢 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生病了 难道我们不喝汤药吗 古人用汤药 用真酒 如果不用这些能治好病吗 苦药 利于口 利于病 虽然不利口 但利于病了 所以我们应该想一想 那些经常督促 殉导子女的父母 难道他们就愿意 虐待自己的亲生骨肉吗 但这是迫不得已啊 大司马王僧便的母亲魏夫人 挺性严谨而刚正 大司马王僧便 在四十多岁的时候 已经同帅三千士兵了 但稍稍让母亲不满意的地方 母亲还是会鞭打他 我不是说让大家就这么做 所以大司马王僧便呢 才能啊 成就他的伟大的功业 梁元帝的时候 有一个学士 聪明明锐 有才能 从小受父亲宠爱 没有管教好 说对了一句话 父亲就到处跟路人宣讲 一年到头的进行赞美 做错了一件事 父亲就藏着掖着 进行演示 希望他能够自我改正 到了长大成年的时候 粗暴傲慢的习气就逾日俱增 最终因为口不择言 被人家抽出了肠子 用他的血来济占骨 想想看 那我们父母 应该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儿女 以父亲为例 作者言之推啊 他说父子之间 要保持严肃的关系 不能太清理 我想这一点呢 可能有些人会有不同的见解 各位可以有自己的见解 那言之推的家训 也不见得完全对 我们可以参考 我们可以来适应 我们现在的处境 言之推认为呢 父子之间要保持严肃的关系 不能够太清理 骨肉之间的亲爱 不能因为要简单 不讲礼数 不讲礼数呢 就做不到父辞子孝 太清理 可能会滋生不敬的想法 那如果距离太远 也不行啊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要参考 然后看看应该怎么样去考虑他 言之推他 为什么要说这个话 从朝廷任命的世人 想上看 父子两个人是分房而住 当时古人为什么要分房而住 父子两个人分房而住呢 这就是不要太轻易的道理 长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晚辈要为长辈抓羊按摩 长辈起床之后呢 晚辈要为长辈整理床具 这是讲求礼数的教理 可是拿到西方 如果孩子受西方的影响 孩子就会说不公平 你整理床铺 我也整理床铺 那为什么我要帮你整理呢 你不是教导我 我自己整理吗 那你自己也应该自己整理 但是拿到中国来说 古人这是礼数的教育 拿到西方 孩子就可能不同意 所以像这一些呢 我们要小心对待 另外我们看到孩子 真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孩子都是不一样的 聪明俊秀的孩子呢 自然能够得到赏识和喜爱 顽皮迟钝的孩子呢 我们也应该加以灵犀 怜惜 我们常说一个词啊 叫怜惜 或者叫怜爱 什么叫怜爱啊 带着怜悯去爱 怜惜带着怜悯去疼惜 因为有些孩子呢 不需要你怜悯 你自然就喜欢他 赏识他 但有些孩子呢 顽略 顽皮迟钝 就需要你怜惜他 怜爱他 带着怜悯来爱他 带着怜悯来疼惜他 这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再来讲讲 家庭里面的兄弟关系 一个家庭之中 除了夫妻 父子之外 感情最深厚的 要数什么呢 就要数兄弟了 兄弟和睦 是直接影响到 一个家族未来的发展 如果你看过一些电视剧就知道 这电视剧很多的剧情呢 我们都看到兄弟姐妹不和睦 如何影响他们家族未来的发展 令人呢 非常的叹息 我们看到一个家庭 首先是夫妇 男女结合 夫妇 就变成了一个家了 然后呢 就有了孩子 有了父子 母女 然后这个家再扩大 又生了第二胎 第三胎 就有了兄弟姐妹 所以一个家庭 是夫妇 然后呢 子女 然后是兄弟姐妹 由这三折发散 就有了九族 咱们中国人常常动不动就好 株连九族 父母 然后呢 子女 再兄弟姐妹 这叫三亲 亲人的亲 这三亲啊 是人伦关系里面 最重要的关系 兄弟姐妹 虽然是不同的人 但是血脉相通 兄弟姐妹 小的时候 父母左手牵一个 右手带一个 一个抓着父母衣服的前襟 一个抓着父母衣服的后白 在同一个桌子上吃饭 哥哥穿过的衣服 可能传给弟弟 哥哥用过的课本 可能给弟弟用 后来呢 慢慢长大了 兄弟姐妹 各自娶了妻子 也嫁人了 各自又生了孩子 如果是兄弟啊 长大了 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 就算以前感情深厚 因为各自有了家庭孩子 不可避免的感情 不可避免的感情要衰减一些 周里之间的感情 相比兄弟而言呢 更要淡一些了 父母理事之后 兄弟一定要相互照顾 要像形体和影子一样 声音和回音一样 一方面我们要爱惜 上天通过父母给我们的身体 珍惜从父母那里分得的血气 在言之崔的书上叫分气 分别的分 气息的气 就是通过父母分得的血气 不是兄弟又怎么会这样 怜惜呢 兄弟间的关系和其他人不同 也不能期望过深 期望过深就容易结怨 也需要互相亲密 互相亲密容易消除积怨 就好像我们住的房子一样 破了一个洞把它塞住 裂了一条缝把它糊上 这样就不会塌下了 就不会塌下 所以人际关系的问题呢 早发现早处理 如果兄弟两个人不和睦 那么兄弟两个人的后代 这些子侄之间就不会相互关爱 子侄之间不相互关爱 那么家族之中 其他子弟的关系也会日渐疏远 家族中其他子弟的关系疏远 双方的仆人之间就可能互相结为仇敌 这样一来 如果有外人来欺负你们 陌生人来践踏你们 那个时候谁帮谁呢 谁会来救谁呢 那个时候这个家族就很容易被敌人攻破 另外 轴离之间也非常容易产生纷争 即使是住在一起的同胞姐妹 作者言之推说 也应该让他们各自远嫁他方 让他们感叹风霜鱼露 而相互思念 久久的站立看着日月 而盼望相见 何况轴离两个人本来是陌生人 处于一种容易产生纷争的境地 很少有人能够互相不产生嫌喜 那之所以会这样 是因为大家在处理公家事情的时候 都带有私心 那人都带有私心 我们挑着重要的责任 却心怀个人的情 当然了 要是轴离之间 能够用宽恕自己的心态 去宽恕别人 能够像抚育自己的孩子一样 去抚养子侄 这种隐患 当然是不复存在了 好 今天呢 就和大家先分享第一段 严世家训的第一段 好 祝福大家 拜拜